在中国,人们常常把瑶池比作是天上的仙境, 是神仙们居住的地方。 四川西部的黄龙, 以它独具特色的景色, 被誉为人间瑶池。 黄龙是因为黄龙沟而得名。 在这条全长三千五百多米的清脆沟谷中, 分布有三千多个盖滑彩池。 这些碧透斑斓的盖滑池层层叠叠, 形似梯田。 黄龙钙滑的形成是由于区内有大量富含碳酸氢钙的地下泉水。 当泉水出入地表时, 会在流动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, 并吸出丰富的碳酸钙沉积。 泉水在流动过程中受到原始地形坡度的影响, 流速有快有慢, 从而出现差异性沉积现象。 周而复始, 历经万年就形成了这些自上而下的天然梯田。 从高处看, 这些形状各异, 大小不一的盖滑池色彩, 也是五彩斑斓, 更给彩池增添了梦幻般的效果。 这是因为碳酸钙饱和度和水深各异, 而导致水对光的吸收和反射差异。 再加上池中生长的藻类颜色不同, 就会出现池水五光十色的现象。 从地下涌出的泉水不断在山谷间演绎着灵动与生机。 跌落彩池的流水一路向下, 在一片宽阔的坡地上逐浪翻飞。 由于失去了宁耿城池的地理条件, 此时水中的二氧化碳一出也较快, 沉积出金黄色波纹状的盖滑滩。 这片百余米宽千余米长的金黄色盖滑滩, 壮阔地铺洒在清脆的沟谷之间, 也让古人留下了金沙铺地千层碧水走黄龙的动人诗句。 长长的盖滑滩向下延展, 又突然塌陷, 跌落成一堵高十米宽四十米的盖滑塌陷地。 奔涌的水流从堤梗上翻越而下, 在盖滑壁上形成了壮观的盖滑瀑布。 黄龙的盖滑景观规模宏大, 类型繁多, 而又多姿多彩, 俨然一座天然的盖滑博物馆。 黄龙的盖滑景观或许是大自然不经意留下的痕迹, 时间已经悄无声息地这样流逝了上万年。 1992年, 黄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 世界自然遗产的划定是对自然美景、 地质地貌、生物多样性、 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最高评价和认可。 这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无法替代的财富。